我们讲向量场的曲面积分 就是surface integral和vector fields 有时候我们叫flux integral或者是流量积分 那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来源是flux through surface 我们假如说这是我们的surface 它的定向是这样子 这是它的united normal vector 那么假如说这个向量场这是f 如果就说这个水流吧 水流的方向是这样 水流的方向是这样 那我们问单位时间内 它这个水流通过这个曲面的流量是多少 总的体积吧 流出来的 通过这个曲面的体积是多少 那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给曲面分成小块块 那么在这一小块上 我们去在这一块上 让我们考虑 我们将 我们考虑这一块 那么这个是f 那么在单位 然后我们把长度画短一点 稍微画短一点 稍微画短一点 好 这是f 短一点 长一点没关系 然后我们把这个曲面画 我们这样子 我们先看通过这一小块的曲面 通过这一小块 那么我们 在单位下 在单位时间内 它应该是流出来 还是 是这某一段 那么这一段的体积是多少呢 我们底面积 假如说这个底面积这一块 我们知道是ds 那么它的底面积 我们说 我们假如说这个flex 我们叫做phi 那么deltaphi 它就近似于这个ds 乘上什么呢 这是底面积 那么高是多少 高是这一段 高是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就是这个f 在这个n上的投影 所以f在n上的投影 那就是我们 好 这个时间就是它的高 然后再乘上我们的底面积 就deltaphi是这样子 那么所有的phi 就是我们的deltaphi加起来 就是近似于我们i乘以到n i乘以到n 我们deltaphi i i我们把这都叫做i吧 fi.ni 然后deltasi 我们把这个叫做deltas吧 deltasi 那么deltasi 那么整个的流量 我们就是当deltas去近0的时候 也就是说deltas去近0的时候 那么sigmai从1到n fi.ni deltasi 那么一个 积分一个极 一个极限一个求和 就是积分 那么就是在这个面积上的积分 f.n 在ds 那我们说这个跟 这个是跟方向有关的 那 如果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是n是 如果这个f是这样子的 如果f是这样子的 它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个是f的话 那么我们 我们知道 好 那我们知道 它就是这个样子 那它跟这个n的加价 就是 就是这样的加价 那么它就是负的流量 那么f的 那么这个流量跟f的方向有关 也跟n的方向有关 那么你n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f在这边 f在朝下的话 那么它的流量就是负的 因为它们的dodprodact就是一个负的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 向量场的曲面积分的来源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流量 所以我们把这个 它的定义就是 它的流量就是一个 曲面上的积分 因为你这是ds 所以是曲面上的这个 这个是曲面积分 因为跟s有关 而这个是一个向量场的积分 这是 这积分是一个向量场 那这是它的定义 那么怎么样计算 那我们 那我们怎么计算 在前面 我们在讲曲面的定向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n 把n已经给出来了 那么 ds我们也是知道的 那我们 看几种 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它曲面是用z等于fxy 给出来 那么xy如果是属于d的话 是属于某个平面上的区域 那我们很显然 那我们知道 n是等于 负的fx 负的fy和1 除以根号下 1加上fx的平方 加上fy的平方 这个我们知道 当这个是1的时候 这是upward 的 那么我们ds 我们是知道 ds ds我们就知道 这是1除以根号 ds本身是 ds本身是根号下 1加上fx平方 加上fv平方 dx dy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这个曲面积分 f.n ds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转换成在d上的积分了 因为xy 这本身ds就换成dx dy 那就变成f 那么dot 这是负的fx 负的fy和1 然后dx dy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nds 就会变成负的fx 负的fy和1 它们要除以根号下 1加上fx平方 加上fy平方 然后dx 又是根号下 1加上fx的平方 加上fy平方 然后dx dy 所以就换成了 最后我们没有 根号这一部分 因为这两部分是约掉了 这是upward的 upward的这个积分 那我们同理 我们这个f dot n dx是等于负的 或者说等于 就直接是等于 就等于这个吧 f dot 这是fx fy 这是负1 dx dy 这是downward 因为z的方向是小于0的 所以它是downward的话 那么你就把它全部符合换过来 那么 同样的就是 我们知道如果是s是由 s是由y等于g xz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曲线 曲面积分 f dot n dx 等于 这个积分 在这个d上的积分 我们是f dot 那么是负的gx 1 g 负的gz 然后dx dz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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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 右边的 就是朝向右反向的 它 我们这样写 如果是 它的rightward 如果是leftward 就会变成 这是x z 属于d 这是f 我们dot 那么就是gx-1 g z 然后dx dz 这个是leftward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s s如果是z等于h yz的话 是yz的话 那我们同样的道理 我们以前讲过的 这个s f dot n dx 完全同样的推导 它就会等于 这个是 yz 属于d 那就是f 那么这n 就变成h x 那这x就变成1 负的h y 负的hz dx 然后dydz 然后dydz 这个是forward 朝前的 yz朝后的话 你就把n 就换一个方向 那就是-1 hy hz dydz 这个是backward 这是我们用显函数给出来的话 那么第三个 如果说这个s是用r等于ruv v 那我们 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n 是等于ru cross rv 除以它们的长度 ru cross rv的长度 然后ds 本身是ru cross rv的长度 du dv 这是正的和负的 所以这个s 这个f.n dv 这个是ds 那我们是这个是uv属于d 在大的区域上 那么就变成了f. 这是ru cross rv 好 dudv 那么这里有正的和或者是负的 这就看你曲面朝向哪个方向 那么我们知道朝向 朝上的话 那我们z的分量是大于0 朝下的话 z的分量小于0 就是取负的 那你看这个 具体的看它的分量的 这个 怎么说的 看它的分量的这个 符号 看分量的符号是大于0小于0 那我们计算 主要就是 实际上就需要我们计算n 好 我们来看一些立体 用这刚才我们给出的公式来看一些立体 那么第一个 如果说我们是find 我们直接说find the flux x f 是等于y i 减去 x g 再加上 4k 这个相对简单一点 就是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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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旋转泡屋面 这个Surface,这是旋转泡屋面 它在任何一个坐边轴上 它都是一个泡屋线 那么从Octane,FirstOctane,那就只是在这一块 我们可以把这个用 好,在这样的一块 那么它是upward upward,那么Z,N的Z方向的值应该是大于0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Surface给出的是 Z等于1-X平方-Y平方 所以N我们取值什么呢 因为我们取值就是负的Fx 负的F,NDS吧 我们一起写,我们可以少写好东西 这是NDS 实际上就变成了负的Fx 负的F,Y和E 那么Fx Fx是负Rx 那么负Rx再加上负变成Rx 然后Ry,E 好,这是Dx,Dy 所以这个Flex 我们就可以写成Fx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是F Dot NDS 我们就会变成 在这个,那么这个区域D会变成什么呢 区域D是会变成是这一块 是 我们 我们 从这图形 它是FirstOctent 那么你投影到X,Y平面上去 我们这所有计算都已经投影到这自变量的平面上去 这里 投影到自变量的平面上去 那我们这个自变量平面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 你1-上X平方-Y平方 当Z等于0的时候 就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这是外面的曲线 所以是X平方加Y平方小于等于1 但是它在第一个Octent FirstOctent 那么X是大约等于0 Y大约等于0 F 我们是 Y-X和4 那么NDS是2X,2Y和1 然后DX,DY 那我们可以 把它写成 简写 这个就是D了 那么做DotProduct就变成RX 好,这 RX,这是负 RXY-RXY 再加上4 好,DX,DY 所以就变成4倍的 在D上面的积分 DX,DY 那么1的 这是1的积分 就直接是面积 所以4 那么这是4分之1远 那么就是4分之1π 乘上1πR平方 所以就等于π 当然你如果说不知道这就是面积 你可以用这个极座标来算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圆嘛 好,这是我们首先我们看到是用这个 Graph的方式给出来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 那我们再看一个 Average 我们这个Surface Integral F.N Ds 其中 F 它是等于 2X 除以X平方加上V平方 然后2Y除以X平方加上V平方 然后K是1 V 这种的座标 S F N S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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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U 3V 然后是U的平方 U是从0到1 V 是从0到2π 所以它是一个 长方形 它的区域是一个长方形 Doward Defend by Defend by Warranty 我们要给出它的定向 Warranty Doward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参数区面 参数区面 我们首先我们要算它的N是RU 那么我们NDS 那么可能等于正负的RU乘上RV V 然后DU DV DV 我们要看什么时候是该取正号还是该习复号 那我们来根据它是downward 所以它的xz的分量 z complement它应该是小于0的 那我们先来算一算 ru是等于cosv3v和ru 而rv呢,就是-u3v2ucosv,还有0 那我们算一下rucosv 就是i,j,k,ru是cosv3v和ru 然后-u3v和ucosv,然后0 那我们把它算出来 i方向就是-2u的平方cosv,就是i 那么这一方向 这一方向是-2u的平方 3v 这是真的,本身是负的 然后k,k方向是 ucosv的平方 加上u3v的平方 所以是,实际上就是u 所以是等于负的 2u的平方cosv 我们可以写成,直接写成坐标的形式 负2u的平方3v,还有就是u 这是ru,但是downward sinceu大于0 那么这个ru x乘乘2v,这是upward 这个是upward 因为它的第三个分量是大于0的 所以我们取 nds,因为它是downward 那我们就把它变成负的 那我们就把它变成负的 变成负的 那么就是2u的平方cosv,2u的平方,sinv和-u 这个时候它是downward 这个时候才是downward 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是downward 那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所以这个flexintegral 这个f.nds 那么uv 我们就是属于d了嘛 f是 f是2x平方 除以x平方加y平方 2x 那么x是 x是多少呢 我们把x和 用uv带进去 是2ucosv 2ucosv x平方加y平方 x平方u的平方cosv的平方 u的平方3v的平方 除以u的平方 y是2u3v 那么再除以u的平方 那么 x和f在z方向上的分量是1 好,那么再dot nds n是2u平方cosv 2u平方3v和-u 然后du dv 做dot product以后 积分 u是从0到1 v是从0到2π 那么做dot product以后 u的平方就约掉了 所以变成 所以变成 4ucosv的平方 加上4u3v的平方 再减上u 然后dvdv u 因为我们先是算v 好,0到1 那么cosv的平方 3v的平方 加起来就 好,加起来就等于1 所以是4u-u 所以是3u 这是我们参数方程给出的我们计算的方式 好,那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简单的曲面 那我们再看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 好,第一个是用这个graph给出来的曲面 第二个是用参数function给出来的曲面 那我们第三个,我们给定一个比较组合的曲面 evaluate 这个surface integral f.nds 那么 f等于什么呢 f等于 yxc 好,我们用作表的形式给出来 and s is a boundary is a boundary of the solid 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边界 enclosed by z等于1-x平方-y平方 还是刚才那个 z z等于0 我们可以先画个图来看看 那么 现在就是 在整个 就不是只是一部分了 z等于0就是xy平面 而1-x平方-y平方 这个是1 z等于1-x平方-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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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 好,那么它的这个点是1 它的方向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我们相当于是盖着的碗 刀扣着的碗 那么碗的这个边缘是朝上的 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盖子 它应该是朝下的 outward 应该是好 写一下outward 那如果没讲是outward 它是个B曲面的 我们自然就默认为它是outward 因为是一个closed 是个closed closed的一个曲面 那么我们就自然的定向是outward 那么outward 那么这要分成两个部分 这上面这一块部分 我们叫做se 下面这个平面叫做s2 那么这个sf.nds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是se上的几分加上s2上的几分 而如果曲面有几部分组成的话 我们就把它加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在se上 在se上 那么z是等于1减上x平方减上y平方 那么它是朝上 那么它是朝上我们就知道nds是等于 负的fx 负的fy和e 所以是等于我们是2x 2y和1 刚才我们算过了 dx dy dx dy 同样我们D是XY 那么它的图影我们就知道是X平方加上V平方小于等于1 所以在S1上的积分 就是我们在D上面的积分 它的F是Y、X和Z 我们DOT 2X、2Y和1 然后DX、DY 我们做DOT PRODUCT 就是2XY加上2XY 再加上Z 然后DX、DY 因为这是在DX、DY 所以我们把Z换成XY 所以是D 这是2XY加上2XY 再加上Z是1-X平方-Y平方 然后DX、DY 我们把它写成什么呢? 好,在D上的积分 1加上4XY 再加上X平方 再加上Y平方 然后DX、DY 但是这是一个圆形区域 所以我们把它用几座标 用POLAR COORDINATE 好,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是从0到2π θ是从0到2π ROW是从0到1 那么1加上4倍的ROW的平方 就是从0到2π sinθ cosθ 因为X等于ROW cosθ Y等于ROW sinθ 而X平方 Y平方 是ROW的平方 减ROW的平方 然后DX、DY是ROW DROW Dθ 好,我们先把ROW 算出来 就是ROW减上 4分之4 哦,不对 后面还有一个ROW 所以是1分之1ROW的平方 这是ROW的立方 那么再加上ROW的四次方 3θ cosθ 然后这是ROW的立方 ROW的立方 那么再减上1分之1ROW的四次方 然后是从0到1 Dθ 再进来 0到2π 这是1分之1 减1分之1 所以是4分之1 4分之1 那么这也带定1 再减去 再加上3θcosθ 然后Dθ 所以是等于4分之1θ sinθcosθ 我们直接把3θ定乘是U 那么cosθdθ就是DU 那么再加上2分之1 sinθθ的平方 然后从0到2π 所以是等于2分之π 因为sin2π等于0 30也等于0 好,那我们现在算出是S1 那么我们看S2 S2是Z等于0 downward 所以N N直接就是0-1了 因为你不管是怎么样它是平面 你按照我们显函数的计算方式也是0-1 因为F Fx等于0 Fy等于0 所以在它的区域 区域跟刚才是一样的 这个D Xy 那么也是一样的 X平方加Y平方是小于0-1 所以在S2上的这个积分 F.NDS 实际上就是我们 在D上的积分 Y,X,Z 然后 DOT 0-1 那么NDS DX 实际上也就是说 实际上也就是说 0-1 DX DY 了吧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单位向量 单位 这是单位向量 那么Ds Ds 等于 那么在D上的积分 Z 负的 Z DX DY 就会变成 负的 在D上的积分 1-X平方 1-X平方 1-Y平方 DX DY 我们把D再用Polar Coordinates算出来 Polar Coordinates 那么就是0-2π 好 0-1 这边是负号 我们把它换过来 就是Rho的平方-1 再乘上Rho Dho Dθ 那积分出来 0-2π 这是Rho的三次方 所以是1-4 Rho的四次方 再-1-2 Rho的平方 好 Dθ 这就是负四分之一 所以是负的四分之一 再乘上θ 是从0到2π 所以是负的2π 所以我们 这个S上的积分 NDS 它是等于2π 减2π 就等于0了 直接就等于0了 因为这个 怎么说呢 那就因为这个 就因为这个积分是两部分 加起来 是两部分的曲面加起来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是S1加上S2上的积分 然后是2π-2π 所以结构等于0 谢谢 谢谢